花园改造日记 哈喽大家好我是BBS 那今天继续我们的花园改造日记 那大家可以看到后面我场景部分的布置呢 已经完成了快百分之七八十了 那今天呢主要是来迎接我第三份的植物 就是我眼前这个啦 欢迎他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 那今天先来开箱 这是什么鬼 为什么会有一份烧药 并不是什么肉 并不是 啊怎么这谁谁有我的烧药啊 我没买过烧药呀 我们刚才呢又收到一个快递 那这一次就肯定是它了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快递 惨不忍睹啊 哎呀北亚的 希望里边的植物没有受伤吧 那我们现在先开始开箱 哎呦都不怎么都不用怎么开耶 直接打开 那里边呢我这次买的是空气凤梨 那里边它现在你看都包着包着的 那我们一个个来打开 啊这个就是胡须 啊这个就是胡须 比我想象中哦 比我想象中短耶 比我想象中短了一点 我买了四个 空气凤梨啊它是唯一一个不需要在土壤里生长的植物 这个是其实是叫老人须哈 它像不像那个胡子 所以呢我把它叫做胡须 那我们现在再来开这个 那这个呢叫贝可利 这个是休斯顿 那这是美杜莎 这个是章鱼 这个是素花精灵 黄精灵 福果精灵 那这个是柳叶 那这个是狐狸尾巴 这个就是老人须啦 那空气凤梨呢 它也会分叶子 你看这些老人须啊 还有狐狸尾巴 它的叶子就是偏银白色一点 那像这个章鱼啊 它的叶子就是偏绿一点的 那像越是银白色的话 它就相对接受仰光的 它照射的那个强度接受度就越大 那我打算呢 全都放在户外散养一下 看一下效果怎么样 那我现在呢 就打算把它布置起来 那我想让它在我的环境中 先适应隔一天 等过了一天之后呢 再给它进行喷水 当然啦 也可以把它浸泡在水里 但是呢 把它撩起来的时候 一定要把水甩干 还有擦干 不然的话空气凤梨 一旦积水的话 它就很容易烂掉 就很烂掉 可以了 可以了 就很烫 一路一路 tried 那我们看到这儿 那面呢 在这儿